珍惜 珍惜 狗膊塗得好 就是你最底下毛疯你這樣碰到 就把毛往上去 你看你現在怎麼有做旋律的爪彎 我們有時候在狗的比賽 或是我們希望你這個狗看起來 這樣圓幅度比較好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 就往前 好乖 然後往前 你看他這個往下趟 就往上 然後這邊是往後 就往前 這個是比賽的環境 我們才會這樣做 但是你在家裡是一個狗狗可以擦 然後你把它梳洗過來 你的狗毛裡面就是這樣 然後吹忙的時候就這個方向吹 會不會變這樣 你要一個區塊區區塊慢慢的出 不可以這邊跳完再跳那邊 喔對 然後這邊 這樣子 欸小心不要是讓我眼睛 我來切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 沒有了 好 那你要到底層打他腰上來 然後你如果這個梳的密度越多 它就越膨 你如果這樣梳一次 這邊梳一次 這樣就不會很膨 你要這樣子 密集的去梳 然後這邊這樣子 如果到這邊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能這個方向 再拉一下 可以 歪歪 然後這邊也要拉一下 然後臉就會看起來很膨 靴子的位置 來 來 你看 大概喔 我們大家問你多 欸小心沒關係 大概就是在這個 這個彎的地方 那個彎起來 有沒有 這個腳 對 這個地方 那你在踢的位置 從上面踢到 腳彎起來的這個地方 好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 因為它比較腿的 然後這邊踢到哪裡 一般 也是彎起來 一般我們會對過來 大概這邊 可是它這邊可能較高一點 它這邊有一個 它這邊有一個 這個地方我們稱之為黑 那你可以大概 替老婆的地方 然後兩個在地位 替完盒的地位 可能這邊它會有地位 我美 它本身就平常都會掉毛了 嗯 所以你在 而且它放毛的時候 如果你不讓它出開的話 它毛就卡在裡面 喔 就是本來是要一球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實這種毛 如果它沒有掉下來 它其實不會像 譬如說會冰 其實 那種是一打結 是很難說的 可是這種比較不會 然後你那個 弄完的時候 你要用這個梳子 你看像這樣子 我們就要再 確定 你看它這樣子 沒弄完 我們就要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一層一層的梳 來你看一下 譬如說我這樣一層一層的梳 你看看 你看看這邊有沒有毛球 像面條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沒有塗開 譬如說我現在塗到這邊 那我用梳子再塗 你用這個梳子 是塗開的 可是我塗到這邊 是卡住的 然後再把這個塗開 我們先把它這個肛門 上面的肛門 圓中 要剃掉 那我們一般是剃哪裡 這個墊錢通常 我們不會放桌上 因為怕被狗一剃 就掉地 會很快 我上次那一把就壞了 所以我們通常會剃的 是在 你看喔 這是肛門對不對 那我們會剃的是在它圓中 然後 譬如說有的狗 他這邊毛很乾燥 就往上剃一點點 那我們一般是比較沒有把這邊剃兩個洞 然後 因為你這等一下 身上你的毛會全部剃比較短 所以其實不會干涉到這邊的長度 所以我們的剃法就是 電腱拿起來 嗯 然後 你手放這邊 手跟這邊穿過來 然後因為你的尾巴會掉下來 所以這邊拉尾巴 然後看到剛剛的尾巴 你這邊有勇斷嗎 這個有勇斷 你可以拿 就 從這個剛剛的圓中拉去 不要緊張這樣 好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圓中拉去 每個就可以練習自己兩個 好 慢慢來 你先一下 然後 打氣 然後這邊 欸欸欸 不要生氣 好 都生氣了 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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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喜歡 好沒關係 沒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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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稍微我們現在把它摸出來 因為它它動會踢到 那鋼板很容易踢手上 沒有要踢 好 好 然後呢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在尾巴先放下這個時候 你手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上 往上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這兩邊 有兩個骨骨的地方突出來 要先這樣子 然後 往上提 然後你就摸到這兩個骨骨 然後就是往 裡面往上推 然後這樣子往上推 然後跑出東西來 是 你要練習一下 這個應該很有前頭感 我看它應該 你要手套 還是你要先摸那個 你摸到感覺之後 你才去吃 都可以 然後 你知道會太怕的東西 有一點 要不要 好 這樣可以 然後 你就手 先這樣 先這樣 腿筋 那因為有的狗 牠會去磨屁股 所以牠會磨掉 有的狗牠會去 牠會去 牠會磨掉 在下面 這個狗這樣 然後下面 好 然後這個地方 我會走 然後斜會這樣 就變成 牠的 這邊的重量 在我這邊 這邊我還指正牠的重量 然後這樣整個狗是抱住 然後牠是靠在你身上 你試試看 或是你會不會 那一片 阿批 在那裡 都沒有 和那道具 走 走 走